传递资讯分享心情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 有很多人都可以接受割双眼皮这样的事情了 但以前如果去整容的话 一定会被人背后戳几两骨的 不过发展到了现在 割双眼皮似乎已经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那些抢着去割双眼皮的人 首先他们的双眼皮怎么样了 老了之后眼皮会怎么样呢 医生说出了大实话 首先割双眼皮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风险 如果你在口碑好的正规医院做的手术 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年老了以后照样看起来很好看 但是现在医美行业鱼龙混杂 有不少机构压根就没有资质 要是选择了这样的机构 估计不用等年老过几个月就后悔了 割双眼皮的时候 医生是按照个人情况去做手术的 不正规的医院那些医生水平会比较差 有些人割双眼皮失败后 眼睛看起来很不自然 显得很臃肿 还有就是看个人的体质 有的人体质很好 稍微有点疤痕 恢复起来也很快 那年老的时候也没有问题 但有的人肌肤特别容易增生 年老了以后看起来可能就不是特别的自然了 如果这个时候医生技术再差一点 那样看起来人家就觉得你的双眼皮太假了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割过双眼皮的人 眼皮相比于同龄人来说 要松弛的快 那个时候看起来就更加难看了 因此小伙伴们要去割双眼皮的话 一定要去正规的大医院做 不要盲目贪图便宜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